大家好我是JC先生 今天我們來玩一套新蛋的草系主題小安排 開始之前 這次感謝嘉義玩坊提供拍攝場地 還有送了我一本這次的收藏卡冊 這次的關鍵字是祭典樂舞 目前有三隻寶可夢有這個特性 效果是如果場上有祭典會場這場場地存在的話 這隻寶可夢可以使用兩次招式 並且如果第一下擊倒對方寶可夢的話 可以等對手推新的寶可夢到前台再打第二下 不過這裡面有兩位的招式都比較表現性質啊 要作為主打手的話我們主要看果蜜蟲 一階進化前身是啃果蟲 招式叫做朋友之環一個草發動 傷害是自己備戰區的寶可夢數量乘以20點 最高傷害是一拳一板 但是如果配上特性一回合就可以打出200的傷害 單純這樣看以小安排來說已經是不錯的輸出了 能兩回合換掉一隻兩角寶可夢 不過由於搭兩拳的特性 果蜜蟲的上限是挺高的 配合增傷手段有機會棒棒兩拳直接收掉一隻大罐 例如滿場的情況 配活力頭帶傷害總計會是220 滿場活力頭帶加上汙力的30點增傷就是280 甚至如果極限腰帶加上汙力的話 100加50加30等於180點 兩倍360沒有一隻二階力差扛得住相當厲害 另外一擺兩拳打在小人身上的話 那就更容易拿到兩獎了 如果我們順利運作的話 先攻有機會第二回合直接撞掉兩隻小火龍 或多夢梅西亞或者花獠環環 再來這個軸系官方是有給專屬的運作方式的 趴洞猴一階進化 特性是衝衝骨 如果自己的前台是特性祭典樂舞的寶可夢 那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一次 排骨任選一張牌加手 高貴的指定檢索 而且不像大餅咬的因素搜索一樣 有限制同名只能使用一次 如果你有兩隻趴洞猴一回合是可以開兩次拿兩張牌的 所以只要我們的陣型順利做出來 基本上是不太會有缺牌的問題喔 不管你是要拿祭典會場觸發果蜜蟲特性或是拿腰帶增傷都可以 所以這套牌的獲勝路線就是利用果蜜蟲的兩拳去拿兩獎 但是對方反過來只能拿我們一獎 不過這個計畫會被兩個人打亂 一是會穿傷或者點傷的人 那該怎麼辦呢 今天的狗族直接放了兩屬蟲甲勝 特性是球形盾牌 只要這隻寶可夢在場上 自己的後排不會受到對手的招式傷害跟效果 忍蛙雙穿勾魂眼點傷甚至是多龍的點傷全部都可以擋 除了願增援的特性擋不住這個就確實比較麻煩了 還有另外一個會阻止我們計畫進行的就是 鐵壁榜了 鐵哥喔 鐵哥我們就沒什麼太好的處理方式了 只能增傷然後一會兒把他擊倒跟對手二換二 真的做到的話也不太虧 那就是今天的購族 國蜜蟲跟趴東猴是購族核心都放滿四張 蟲甲勝防止對手鋪傷穿傷放兩組 防止卡獎 鋪傷我們都是小怪所以寶分放滿 新出了補蟲組合非常強放滿四張 效果是查看牌庫上方七張牌 可以選擇草寶可夢或草能合計最多兩張入手 開局鋪場或中期要找進化型 只要草能量進攻都用得到 接著兩張高級球來穩定解鎖的進化怪 比如牌庫後期可能剩一兩隻果蜜蟲 這時候可能就會選高級球而不是補蟲組合了 當然這兩個你想換成其他的球也是可以 比較彈性的 然後是換位交替一張 反擊捕捉器一張落後的時候使用 改造之錘一張 主要是敲到洛奇亞牌組的鐵壁榜 身上那顆古舊能量 不然那個情況只拿一獎會蠻虧的 一張消除香水應對正義法 因為正義法的效果是消除特性 所以裹蜜蟲的祭典樂舞會是直接不見 這樣我們就不能開趴洞猴的檢索 運作會受很大的干擾 資源回收的部分則是一張吊桿一張手冊 再來裝備有S-spec極限腰帶 如果你要換成不供應張也是可以 以及一張活力頭帶 使用的情境前面也提過了 還有一張眼鏡後宮有抽到派趴就可以開 比如打多龍就蠻需要先把蟲甲聲跳出來的 再來主要運作的人物會是派趴 著手捕蟲組合 右手增傷道具 個人認為是很適配這套牌的 那兩張奇數給我們干擾反打的機會 當然想單純用來過牌也可以 一張水蓮的照顧 回收寶可夢魂能量 如果當回合可以直接平A不需要開人物的話 就可以開一個水蓮回收一下資源 接著兩張污吏 兩個效果 一效果是換位 二效果是本回合對前台的V和以差增傷30點 通常會開二效來增傷啦 不過如果打到擋到卡比獸就不要忘記 一效果可以換位 再來一張兵民的後援 這個有點尷尬 原本是想回收極限要帶 但是測下來發現 如果極限要帶跟物力不能再同回合開的話意義不大 所以可以換成你想要的其他牌 我應該是會想換成竹籃的霸戲或第二張老大 老大目前只有一張是因為我們通常都是 對面戰什麼我們就打什麼 場地沒有問題就是祭典會場放滿四張 效果是雙方場上有能量的寶可夢 不會陷入特殊狀態 不過不用太在意 就算你把效果全部塗掉 我們還是得放滿四張的 最後炒能量放到六顆 雖然看起來有點少 不過由於果蜜蟲是一能進攻 加上有補蟲組合可以找 所以個人打下來是不太會有缺能量的情況發生的 好那如果你對這個構築還有什麼想法或者建議 可以在下方留言區跟大家一起討論 也歡迎加入我的score社群 在裡面能夠跟我以及大家一起討論更多寶可夢卡牌的內容 另外如果你想建立自己的社群 影片介紹欄裡也有score的14天免費使用連結 有任何問題可以來先詢問 那接下來就進到對戰環節吧 好來遊戲開始 那這場我找的對手記得是 放逐鬼龍 那一樣有我們這邊先攻 那一抽沒抽到對方補一張牌 OKset好之後遊戲開始 先攻抽一看一下喔 起手還不錯 該鋪的場都有鋪到 那這個補充組合就看一下如果能拿到基礎型的話是蠻好的 拿到草能也不錯 我們應該也需要草能 看一下 兩隻基礎是不是 那還行喔 這個還真的是還不錯 好不過手上沒有草能 但如果對方下一回合做出 古月鳥的話 把我們前台的趴東猴 灼掉 那我們的 啃果蟲可以順利到前台 就也不用手田換位啦 變相來說對我們還不錯的一個點 那對方回合先開了一個寶分 對方這場的開局還行 對方是放逐鬼龍喔 帶的是月月熊 然後S剛沒有注意看應該是 腰帶 好人蛙先丟一抽二看一下 有巢穴球那也不錯 鋪場算是 比還行好一點吧感覺 不過主要是看有沒有阿克 那這個巢穴球選擇先把 古月鳥叫出來 鬼龍跟我們打的話感覺 不用做 大鬼龍 要的話也是做 鬼龍V就好 好手上有阿克羅馬 剛沒看到 那這邊是 應該是還不錯 只是起來 沒有換位 有點尷尬 寶分先丟 鋪場 他覺得夠了吧 確實兩隻花環其實差不多 那感覺丟神殿吧我們這套牌沒有特能 好這邊選擇丟 反擊捕捉器 不過流場地 流場地還有原因啦 他可以蓋掉我們的那個嘛 祭典 祭典會場 蓋掉的話我們就還需要再 找一張出來 可能就會消耗掉一次 帕東猴減鎖的機會 所以流場地也還不錯啦 其實 好那用滑板撤退再選一次花 目前放逐進度是三張 這個選完就可以到四張了 其他DNAVSTAR直接丟掉沒有問題 這樣的話還有換位嗎 開了一個退車 還有一個交替 金色的交替 把古月鳥換上來 放逐四張可以用零費直接打出 裝灑噴土 對方先拿一獎 換我們這邊目前獎勵卡6比5 但就看我們這一回合沒有辦法 Double kill 感覺有點難 因為鋪場要鋪滿 還要加 活力頭戴 運氣不錯手上是有場地 而且進化型都在手上 這樣的話可以用帕東猴減鎖 可能拿個 派帕嗎 或拿個奇數 選擇拿奇數 派帕的話可以拿 寶分跟 可能拿個眼鏡出來壓個牌 好那這邊 場外觀眾 看一下果蜜蟲的效果 那這邊香水先開掉了 確實用不到 但是這個極限腰帶 我是覺得 這邊是不用亂填啦 直接奇數洗回去就好 因為對方是有躍躍熊的 當下這邊填得有點快就想說 壓個牌 對方是有躍躍熊的 極限腰帶可能 還是要扣一下 那奇數起來 運氣不錯 有補蟲組合 七張看一下 蟲甲聖跟草人 有草人還不錯啦 只是 蟲甲聖目前用不太到 這一回合是也可以進化啦 是嗎 我們的蟲櫃嶺是 上回合出的嗎 那還行喔 這樣就是他的特性生效 我們的後台目前就是 安全的這樣子 那眼鏡用不到了吧 改垂打 鬼龍感覺沒什麼差 可以直接丟 再鋪一個場喔 因為 這樣兩下才打得死骨月鳥 我們現在場上如果剛走兩隻兩下只有非常可憐的80點 那現在三隻至少可以打120 至少可以擊倒他 好先跟對手一換一啊 也行吧 打放族好像壓力其實也不小 對方如果後一開始著你的話 只是如果我們順利做出兩隻蟲甲聖 基本上對方是拿不到我們兩獎的 打放族鬼龍的話 如果是之前的那一套放族BOX 倒是有機會因為他有鐵壁榜 所以打 其實有些鬼龍也會帶鐵壁榜 少數的鬼龍 所以那個腰帶可能是要留著 因為你不確定 再不確定對方有什麼的情況下 那這一場我是知道對方只有月月熊啦 算算上說但腰帶應該還是留著好一點 好啦對方總之這邊先選花 這一回合弄得出幻想門嗎 但是幻想門 也沒有太好的目標田喔 你要做撕裂 也沒有不行吧 但感覺那樣還不如 直接再叫一隻蟲甲鳥出來 如果你放兩隻的話 好 這個 右手不錯啊 直接抽到阿克羅馬 喔對方是有放香水的 行所以是有機會做到 把蟲甲聖抓出來香水然後雙雙我們 不過帶香水的鬼龍 感覺看起來一半一半吧 看日本那邊的分布 沒有很精確啦 但 感覺是一半一半 只是這一回合開過阿克羅 手上有一張老大對不對 可能要下回合才能 下回合才能雙船 好這邊先下了鬼龍 手上那樣是老大嗎 其實都在確定 看不太清楚 手填噴射能上來 深淵探求 看4張累積一點資源 那這個鬼龍其實蠻甜的喔 我們只要能夠 我們有一張派怕就沒問題了 對方的放逐目前是9張了吧 好現在進化一隻 橫果蟲手填一下 12345678910 10張了下回合可以勾魂眼 那手上是有 喔不是手上 我們先開了 趴東猴檢索 應該直接拿派怕吧 派怕拿寶分跟 火力頭袋這樣子 這樣可以打出220點直接 收掉這隻鬼龍 還是不錯的 對方上回合沒有壓我們場地 壓一下的話可能 比較好 那這個寶分就 再一隻猴子跟再一個蟲甲聖吧 因為都鋪兩隻最安全啦 就不怕對方抓其中一隻出去打這樣子 這樣的話 差個活力頭袋 好祭典熱舞打兩下 110110 總共是220點 擊倒鬼龍V我們這邊拿了兩獎 這個兩獎還是比較甜的 然後換對手這裡 放逐10了這回合 可以勾魂眼 好幻想門先開 要做忍蛙來進攻 嗯排庫 能量是夠的吧 手上應該還有一顆水 好草穴球先開 打手應該剩下 月月熊還有勾魂眼 勾魂眼放逐掉了嗎 好忍蛙先 丟一抽二看一下 超能放逐掉一顆了啦 不過超能應該有三顆 然後起來阿克羅馬 直接看五張 反正這一回合 頂多 不是頂多 至少可以用 古月鳥再啄一下 沒關係再選一下 勾魂眼是在的 那這邊 場地可能 場地流喔 OK 放勾魂眼 好那這樣蓋一張嗎 我們場地只有四張啦 也是沒有很怕 而且今天還有冰明 可以洗場地 喔那這樣 交替換人挖上來啊 對方 手填一個水 他應該是 那一張是老大嗎 那一張確實是老大 然後對方這邊就是跟我說 他剛剛應該 應該用老大香水的 他剛剛應該用老大香水 抓我的蟲甲勝出來 那現在這樣打的話 就比較尷尬 直接融挖手裡劍射 整個射掉一講 那我跟他說那個香水 就別開了吧 他只是跟我說一下 他原本可以這樣做了 有點可惜 可能沒有注意到那張老大 那就換我們這邊啊 那也算是給我們祭典這邊秀一個的機會了 給我們展示一下 先開個高級球 再做一隻猴子 像做到現在這樣的話 就真的挺強的 你可以指定減鎖兩次 你可以指定減鎖兩次 你可以拿吊桿 然後再把怪抓出來之類的 或是拿冰明 然後把腰帶抓 抓回來 那有祖籃的話 像這邊其實 拿祖籃的霸氣就挺不錯的喔 手牌直接補滿8張 那剩下一個就看 缺什麼在拿什麼 只不過現在這個忍蛙 血量130 是著實有點尷尬啊 我們的 傷害疊滿是打不過去的 怎麼樣都要兩下 所以這邊選擇先拿水蓮 回收一下 剛剛被擊倒的那一隻 火蜜蟲喔 走一點續航 然後 第二隻可以再發一次 這個就拿場獵吧 敲一下敲不適合 這個需要敲兩下 場地四張是真的蠻夠用的 手上有一個 剛抓回來的草能再填一下 其實這個好像應該 把 蟲甲聖先進化起來 既然都知道這方 手上有老大香水的combo 不過這一回合 手上有釣竿 釣回去忍蛙再弄出來嗎 然後老大香水這樣子 我們目前領先兩獎喔 對方 感覺雖然難追 然後對方看完 剩下的資源之後 好選擇偷向他覺得追不上了 那這樣子就我們這邊獲勝 感謝對手啦 好遊戲開始 那這場的對手就是 主流中的主流 多龍巴魯托 來看看能不能夠 打贏喔 其實是有說法的啦 但 要求蠻嚴苛的 你的鋪場要很順 然後你的蟲甲聖要 準時的做出來 那這邊是由我們先公開了一個 普通組合拿到了一隻 進化型的猴子跟一個草能 這邊比較想要 基礎型 手上有兩隻 谷蜜蟲 這個騎手 比較尷尬一點 但換對面這邊看他的 鏡牌如何喔 好先開了一張寶分 那是天然 雀起戰 還行 那看對方的牌組可以看到 SB是放什麼呢可以先看一下 好剛剛看到是 那個 旋風回收機 那這個寶分應該就叫 兩隻那個吧 兩隻多龍 梅西亞 選擇再叫一隻天然鳥也行 再叫這天然雀啦 因為我們下回合去的是有可能會 去進攻 擊倒他前面這隻天然雀的 好 曹雀球開 不過我們手上有 派怕所以下回合的 下回合的朋友之環應該傷害是不會太低啦 應該可以收掉 那隻天然鳥 只是對方可能會推 洛托姆到前台喔 扛我們一拳 那再配合 旋風回收的話 我們的輪刺是會 有點落後的 不過也沒辦法啦 就對方如果放的是 回收機的話 那確實是有點難打 那這邊直接開壓度喔 毒我們手上沒有干擾 也確實在 第二回合開騎術的話 機率可能 相對來說低一點 那這樣阿渡是抓了兩隻梅西亞跟一隻多龍騎 對面的運作算是蠻順暢的 還有洛托姆可以抽牌 然後手上還有霓虹魚 OK這樣手填了一個超能給梅西亞 那應該能做的事都做完了喔 洛托姆即刻充電抽三張 好換我們這邊看一下喔 能進化是進化的出來啦 所以基本上要攻擊是OK的 然後進化後台的趴東猴跟前台的果蜜蟲 之後開了派帕 派帕會拿 腰帶好像不用先拿頭帶啦 可能拿個寶分吧 拿個寶分鋪個長 甚至是 好像也能夠這邊演進嗎 但如果演進的話 那隻果蜜蟲就不用進化了 就直接 寶分眼鏡就好 所以應該是會攻擊啦 只是單純壓個牌 那我們剛看完牌庫 發現了一件事我們的極限腰帶不在 所以這場是有點尷尬 不過我覺得 卡牌遊戲嘛 本來就 就會有各種無法預設的情況 尤其寶可夢又是有獎勵卡這個制度的 所以總歸對戰的影片就是給大家做個參考 但最理想情況我們打多龍也是有機會的 好這邊下了 手上是有蟲滾泥的OK 那這樣子朋友之環的傷害是80 那這個眼睛就隨便給一個人喔 然後開趴冬猴 因為前台有祭典月舞特性的寶可夢 所以可以使用特性 那這樣就可以抓場地出來 來觸發 來達成果蜜蟲的特性條件 我覺得算是設計了很不錯的小人牌了喔 這種一環連動一環的感覺 好那這樣特性打兩下 先打掉一隻天然雀拿一獎 這邊說推那隻洛托姆才對喔 好那這樣打80點 大家在打那個祭典月舞的時候 工具外可以用來扛一拳這點算是蠻不錯的 然後對方先進化了剛剛抓上手的多龍騎 對方的手牌挺好的啊 旋風回收跟糖果都在手上了 那現在差一個火能嘛 那火能好解決啊 大地容器看一下應該就有了 哇而且這個偵察指定還看到了天然鳥 對方這一場的運氣也是不錯 天然鳥先開特性 填給 應該填給誰都差不多吧 反正填給一個人然後抽兩張 手上有高級球對不對 那進化型是肯定抓得出來的 好再下了霓虹魚 霓虹魚應該拿 派帕吧 這邊對方先拿了森林石板 他後來是有拿派帕的 這邊是 腦袋動的比手快 相信大家打牌的時候可能 也都遇過這種情況 有時候想 腦袋動的確實比手快 已經想到第三步了 但手就跳過了第一步 直接做第二步 不是練習啊也算是還行 反正提醒一下對手就好 那這邊就抓 派帕抓 大地容器跟 升風10然後大地容器再開就可以順利的找到 火能量了 多龍玩起來就是這麼簡單 但為什麼自己玩的時候 感覺都好卡 那這樣子在我們 從甲聖還沒進化出來的情況下 就會有點 情況就非常不妙了 不只是有點 好還有身風可以開 哇這個真的是 很順啊 但這邊這回合會開嗎 手上有 已經有旋風的情況下 還是選擇開 也行吧 看要拿什麼 因為可能也會 想說之後把 霓虹魚崩掉 所以Vistar能先開 就先開掉 是也還行 而且對面的 陣容養的算是蠻健康的 就算吃干擾 估計也不會動不起來 好這樣進化 再一隻多龍騎 正查指令看兩張 拿到胡蒂 這邊會選 胡蒂還是老大 可能選胡蒂喔 可能老大也行啊 如果手上有 有巢穴球的話 但不太確定 手上有巢穴球 那感覺拿老大好一點 好這邊開旋風回收機 前台的 洛托姆 霎爽退場 那這邊要吃 多龍巴魯拖出來 多龍的上限真的是蠻優秀的 你說第二回合打出這個200點60 確實是能給 對方的寶可夢很大的壓力 尤其我們又是這種小排 那個點60基本上是 破壞性的 好那選擇 光輝 對胡蒂也下下來 不過這邊對方點的是 給我們一點機會 他沒有直接點掉我們的 啃果蟲 我覺得比較好的點法 可能點啃果蟲喔 點40個啃果蟲嘛 剩下20 看要給誰這樣子 總之對方這邊先拿 兩張獎勵卡 取取我們兩隻寶可夢 那這邊是 50點給蟲滾 10點給 敲英猴 然後我們這邊手上 還有只果蜜蟲 進化回來 那這邊是 一開始沒有注意到 腰帶卡獎了 所以巫力直接開下去 只不過開下去的話 傷害應該也不太夠 因為現在的檯面 呃 檯面掌杖有點尷尬 那這邊點牌 過一遍牌發現 哎呀我們的腰帶卡獎啦 那這是 這是非常的尷尬 這邊要拿 欸 可能可以拿個 捕蟲組合吧 看能不能 鋪場間進化 就是 捕蟲組合 抓到 趴冬猴 然後再拿個 這邊選擇拿寶分喔 好也行 穩一點嘛 寶分就是確定會有兩隻怪 但捕蟲組合有可能開到上限 如果你拿到趴冬猴的話 你就可以進化然後再 檢索第二次 只不過像 捕蟲組合這種東西 通常都是在 關鍵的時候 他就會怪怪的 但是沒有關係這邊就 頭帶 活力頭帶也直接給他了 好像也可以扣啦感覺 反正 沒有極限腰帶的話 都要兩旋 好 好那這樣就打兩下 現在目前場上是四隻 80加污吏30 再加頭帶10 120點 所以傷害會是 240 好但好消息是對方的 旋風回收已經開過了 所以 我們可能 可以穩定的收掉這隻多龍 對方天安鳥繼續 田能那基本上就是把 後面的兩隻多龍養出來就好了 對面的事情基本上就做完了 然後偵查指令看一下改造之鎚跟眼鏡兩張都沒什麼用 可能拿個鎚子吧 在對面 不知道我們構築的情況下 那這裡是拿到了反擊槍跟梅西亞 跟那個多龍騎 目前有用的應該就人物為有 而且台面非常的健康 獎力卡又是領先 所以 估計騎術也 沒什麼必要開手牌蠻多的 好選擇老大我們的帕東猴 斷我們的動點 好歡迎騎襲擊倒 先點掉 可能會防止我們點傷的 蟲滾泥 那也行啦 對方算是比較 友善的點法囉 永遠都留一隻打手給我們 但也確實啦 我們要翻盤的機率也是有點難 有點低啊 翻盤的機會有點難 機率有點低 這邊再開了一個寶分 再把倒下的夥伴全部撲回來 只不過目前沒有趴東猴 沒有辦法檢索 至少這些拳是可以打出來啦 這一隻多龍是收得掉的 不過對方也剩兩獎 我們這一回合 蟲滾泥還是長不出來 所以下一回合對方再拿兩獎也是 輕輕鬆鬆啊 好那這個派帕應該 OK拿個補充祝賀 所以打多龍確實對我們的 騎手跟開局的鋪場 還有 能不能進化出叢甲甚至蠻要求的 如果順利 順利進化出來的話 其實 說法是有的 加上極限腰帶又卡獎 比較尷尬一點 進化帕東猴 手塗一個草能 但如果這邊要說的話 我想想喔 剛剛我們手上沒有騎術對不對 騎術的話要開 趴東猴才找得到 那好像沒有辦法 我想說如果 手上有騎術的話 開個騎術說不定有機會 說不定有機會 讓對方做不出下一隻多龍 然後我們 多活一個回合這樣子 只不過他的 多龍騎的招式 也可以打70點 剛好夠氣決我們的 國蜜蟲 這個就比較尷尬 國蜜蟲實在太脆了 進化完血量只有80啊 如果你的 蟲甲是被消除香水 噴掉的話 人瓜還是可以雙穿的 好那這邊算一下傷害 前面打200的 這裡應該是一定收了掉了 拿到極限腰帶 但是維持1萬了 對方已經 收了4獎 加上我的蟲甲 剩餘沒有弄出來 這邊 手上有高級球嗎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的喔 但是有蠻多過牌的東西 抽抽看看 看 有沒有機會 應該是有的啦 這樣可以看 4張牌嗎 加天安鳥6張 打起來有 這個有高級球了 那這樣子就是 遊戲結束 這邊打出來 拿完兩獎 遊戲結束 那還是沒有辦法 敵過我們的多龍啊 相當的可惜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內容 或以為我的內容 對你有幫助 記得幫我留下個喜歡 以及你的想法 第一次來的觀眾也歡迎訂閱 以防錯過最新消息 這裡是世界先生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See you guys